我們先問問Master O 如果移民應該要去哪裏較為有利 例如新加坡、澳洲 我們有一個叫寧靜吹哨的表 主要是看他的八字的喜用神 Hello,歡迎來到《原來有你》第二輯 今天我們討論的題目就是移民 香港人經常說移民 移民這兩個字也是很多手層器的原本關鍵字 我們香港人拿著BNO 也可以移民到英國、澳洲、加拿大、台灣等地方 其實我們應該移民去哪一個地方 打算移民的你,或者有心動的你 看完整段片絕對你有幫助 因為看看哪一個方向對你有利 將來的部署就是今天這段片 我們先問問Master O 如果移民應該要去哪裏較為有利 上一次我們有說到 我們現在進入了三元九運的九運 九運這個尼掛其實如果用方向來講 它是代表南方的 所以它是利南邊的地方的 譬如如果用中國來計算的話 譬如新加坡、澳洲這些 就是在南邊 但是它還有一個條件 就是它希望南邊有山 北面有水 這樣是最好的 因為水就是代表錢 代表這個正財 除了這個第一條件之外 有第二個條件 我們有一個叫做寧靜吹照的表 照水就在這個西北方 西北方如果有水 代表這個偏才的運是會好的 如果看每一個人 他是適合去移民 去哪個地方 其實要看他自己本身的命格 首先我覺得就是要看自己的價值觀 就是你自己的價值觀是什麼 然後再參考這個八字的起用神判斷 譬如有些人本身的八字是多翼馬的 我們叫做 他其實都是利出外的 最主要我們是看他的八字的起用神 就是他最需要的這個元素是什麼 簡單來說 我們就是分金木水火土 這樣 每一個元素代表一個方向 例如土就是代表在中間的 然後木是代表東方 金是代表西方 火是代表南方 水是代表北方 我們就是根據起用去選擇這個地方 因為其實八字和中醫其實是同源的 例如如果你的命是比較寒的話 其實你需要有這些火去幫你去調節 寒呢 是不是就是說水很多 怎麼為之寒? 簡單來說 金水多 接著八字沒有什麼木火 你就需要有這個火去幫你去調節 尤其是一些冬天出生的人 多數他都需要有這個火去平衡 因為我的八字最重要是講求中和平衡 譬如如果你是金水很多的話 你是來南方 接著本身呢 你就應該是要去一些南邊的地方 例如如果香港計算就是 紐西蘭 新加坡 馬來西亞 澳洲這些地方 再加上他又合乎有黃南邊的條件 如果有一些朋友他是需要金的話 其實他們去移民去西方 譬如英國就在我們的西北面 英國 是的 那就會很適合 英國呢 它因為本身是一個島來的 它北面它也是有水的 當然那個就是蘇格蘭那邊 但是它西北面也有水的 雖然它不是在南邊 它就不是首選 但是它也不是很差的 因為它始終都是北面有水 那是配合這個九運的條件 其餘也有另外一些地方 就是很多移民的熱門選擇 例如台灣 相對來說是適合一些 人是需要去冬眠 是要木的人是需要 反過來 如果你的八字本身是很熱的 那你就是需要水的 那你就要去一些北面一點的地方 例如如果用香港計算 那北面就是中和大陸 那但是你也可以去到 譬如是加拿大 那這些都是冷的地方的 那加拿大的北面 它都是有水的 甚至乎是北歐 那北歐它都是在北面 那跟著它也都北面是有水的 那所以其實呢 就選擇都是很多的 嗯明白 就是首先看回自己的五行 那哪一件事是它的用神 它缺哪一件事 那就要得到這個五行的平衡 那就去那個方向呢 就有利 至於移民不移民呢 就要看回自己的價值觀 或者等等的其他情況 其實這件事 你們都可以套用回 譬如我住哪裏有利自己呢 是不是這樣呢 應該都一樣 是啊 就算你留在香港 你都可以有這個選擇的嘛 就是剛才有說過 土是代表中間的 如果你剛好那個用神是土的話呢 其實你就不需要特別去這個方向的 那你就留在你本地都可以的 那但是就算在香港裏面呢 其實都有分 就是南區、北區 東區、西區的嘛 那如果在九運的情況下呢 我會看好這個香港島多些 因為在香港島的 近維港的這一邊呢 那它是南邊有山 北面是見到這個維港的水的嘛 另外呢就是 就是在香港裏面你都可以選擇 適合你住的地方 都是根據剛才那個方法去選擇 嗯 就是這個最基本的概念呢 就是看回五行 還有剛才有說過譯碼這件事呢 那可能很多網民都未必知道 什麼叫譯碼 簡單來說 我怎樣可以在APP上看到 我自己的譯碼 可以看到那些八字APP上看到譯碼 有很多八字APP的了 現在坊間裏 那如果你入了你自己的出生 就是年月、日時的時候呢 那你就會有四個柱 我們叫做 那有年柱、月柱、日柱和時柱 那接著每一個柱就分天干和地支的 那它就會根據你那個叫柱的地支 那它就有一個表 那它就可以看到譯碼的 例如新子神的這些地支 那它的譯碼就是人的 就是代表木的 那剛巧呢 那接下來那個2022年呢 就任人年呢 那就是譯碼來的 如果香港呢 就用回歸1997年 7月1號12點這個時辰起的八字的話呢 那我們會看到呢 2022年呢 就是一個譯碼年了 根據這個玄學的推算呢 那可能那一年呢 就會比較多人呢 就會去移民了 OK 那但是本身今年呢 雖然它不是坐翼馬 那我們呢 用這個奇門遁甲 開過這個立村盤的時候 也都會看到呢 西北方呢 是有這個我們叫做生門 那這樣英國呢 剛巧呢 又在西北面 那那裡呢 也都有一顆叫做天鷹星 那它入了這個掛像的 那所以我們可以預計呢 今年也都會有很多人呢 就會向英國那邊去移民 原來是這樣 就是其實 那都差不多了 那個時間 我當我準備去移民了 我要搞一大輪的 那去到22年到移民都合理 那個時間都很match 我想補充的就是 我們經常在說這個風水 其實它是一些不同的周期的 OK 那剛才應該有聽過 三元九運呢 其實它每一個運是20年 那九個運呢 就是加起來180年的 那如果你用回180年這個系列去看 的話呢 其實香港開埠的時間呢 就正正式式就是在這個1842年的 OK 因為那時候就是 鴉片戰爭之後就割讓了香港 那跟著由那時候是上一個 三元九運的八運尾 那到九運頭 那如果我們看回這個歷史呢 也可以看到就是 那時候呢 就是有很多人呢 就因為當時呢 有一個叫做 戴平天國的這個動亂 那有很多人就在 中國大陸那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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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但是同一時間呢 那個時間也有很多人呢 就經香港就去了 美國 或者 加拿大這些金山 地方去掙金 或者 起鐵路 那裏 那所以 你會見到有很多人呢 就由這個 大陸 那裏 也有很多人呢 又經香港 這樣出去 那我們預測呢 這個周期呢 亦都會 在 在未來會出現,挺有趣的 我們觀望一下究竟這個逆馬會不會起動 很感謝今天Marcel和我們講講關於移民的題目 接下來如果大家有這麼多想問的問題可以在下面留言 記得看完我們其他影片 還有Marcel有自己的Fan Page和Web Site 可以了解一下多些不同的影片 還有已經有一段關於立春的 你們可以按進去看看 多謝大家,下次再見,拜拜!